先從正中間開始好了 正中間在我們今天這個太棒了 我們的光線然後再加上非常的寬廣的這個舒服的空間 今天不需要打光 感覺得出來我們這個整個彩光啊 不管是自然光或者是燈光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來也請我們的Sandy幫我們從右邊 接下來右邊先開始看齊 好回到正中間 你看我們今天的這個二殿 我們的這個實際光榔非常非常的寬廣 然後位置也很深 所以麻煩Sandy從前面的到後面的 幫我們照顧一下 好 接下來請看我們的左手邊 左手邊的動態之後 請問一下我們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這邊 還有媒體朋友們需要補畫面的嗎 可以稍微後方 好我幫他按後方 好謝謝 今天Sandy手上佩戴的 也是我們厲害的獨立製表的作品 而且顏色 你看今天的這個搭配 對啊跟鞋子的鞋款的顏色 有所呼應非常非常的匠心獨具 來OK那麼我們第一個位置 接著來講麻煩 山如平常大家看到我都是在一個比較綜藝的場合 今天我們是在藝術氣息滿滿的場合 然後呢我希望可以大量的拿出有氣質的那一面 好 就是盡量不要露出綜藝感 我們今天談圖要稍微放慢腳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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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法文都拿出來亮了就對了 糟糕糕糟糕 這個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來問問看不同的這個 因為今天我們在活動的現場 在微溯一直以來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今天已經是成立的第20年了 所以能夠在過去的20年的時間當中 就像你剛剛講的 繞起了法文 我也是一樣 透過了Swiss Prestige不同的品牌的引進 認識了很多很多歐洲的另外一面 但是今天來到我們的第二店 先問問在這裡 你進來了之後 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包括今天參與這場活動 我其實覺得 剛開始想到獨立製表 我腦袋是有點懵的 不是不確定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會看到什麼樣的畫面 然後進到這空間又覺得很有趣 因為第一它是用一個很寬敞 而且很明亮的空間 所以讓大家是誰都可以走得進來 好好來欣賞這個工藝產品 那當然呢 找到獨立製表 很多人想說手錶就是時間 時間的概念要怎麼呈現 其實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小細節 都像一個時間 像表面一樣 然後像是我們這個 我剛走出來的這個長廊 它有好多好多圈 其實也就像真的這個時針 跟分針在旋轉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時間 它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它是一個動態的流動性的 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現在存在的形象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大家佩戴著時間在手上 或者是真正看著時間在走 其實它是每一天都跟著我們的生命 一直往前推進的 妳這樣講 我就特別想要問一個問題 因為你看 最近我們看到了 妳在做頻道中 不管是節目也好 頻道 對不對 然後影片 有的時候是跟人 有的時候是跟寵物 對 現在還有這個跟Hershey小狗狗 這個臘腸狗 外景節目 忙得要面對 妳把自己搞得這麼忙 然後接下來未來 再多久 半年左右以後 對 差不多 然後就要再面對人生 另外一個挑戰 那很可惜 今天這個照視者沒來 讓我身為一個受害者 受害者 炒出人命的那一位 就是每天就等著時間 就等著時間過 然後沒關係 拿出來看看 漂亮的 我們就留下來 不漂亮的 當場捐出 我要問問問 你看 接下來妳的身分 斜槓的槓子怎麼會越來越多 我覺得現在對妳來說 時間有沒有 稍微那個意向感覺 就是說過去可能會覺得很抽象 那時間就要讓她過去了 但是妳知道 現在妳這麼多不同的身分 接下來再加上了母親的角色 時間未來一定是不夠用的吧 對 我聽了好多好多過來人 我問了很多過來人說 那怎麼樣怎麼樣 身為這個媽媽 我有什麼要注意的 我目前聽到 我最喜歡的一個回應就是 某一位媽媽跟我說 身為過來人 她給我的建議就是 不要過來 然後想說 哇 來不及了 為什麼不早一點 她就是沒有帶獨立志表的表 不然她就會知道要早點告訴我這件事 對 那我後來發現沒關係 時間一定會不夠用 但是每一個時間點 我們都會懂得去練習 好好的分割 好好的分配 那一定會有前期會有摩擦期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怎麼去 習慣 習慣她 她也要習慣我 然後可能在工作上 我的工作夥伴們 同人們 同事們 大家也都要跟著我一起有一些的微調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有非常強大的支柱 可以陪伴著我 對 所以你看 也許以後對於時間的 你說不管是進行 時間的螺絲 會變得更加更加有感之外 對 你不可以要問問看 你看今天來到我們 威碩的實際光榜當中 今天手腕上面配戴的這一支 據說也是非常非常不得了 你自己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欸這支錶真的很猛喔 這支錶全世界就只有這一支 等於說它數量 嚴格來說 比吳宗憲的小孩還少 對 就只有這麼一支而已 對 但它非常非常珍貴 很有趣 是因為獨立製錶 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可能我們平常 不是很了解的人 不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 匠心獨居的藝術家 工藝師 正在製作獨立製錶 那我手上這一支呢 是Burnow這個牌子 那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冰藍色的設計 很多時候我們想到手錶 可能看到黑色啦 銀色啦 頂多好像有一點點的 金色或是紅色 就差不多了 那選擇了一個冰藍色 我覺得很有氣質 然後也比較Lady一點點 那其實說真的 在獨立製錶上面 你真的要花很大力氣 專心的看 它呢 是很特別的透明的款式 除了最上面 大家看到表面之外呢 它的側邊 六點鐘的方向 這個位置 也可以看到是轉下來 折下來一樣也是透明的 所以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漂亮 兩顆球體正在旋轉 有沒有看到 這陀飛輪 大家都知道 它在工藝上面是非常困難的 但不只是製作陀飛輪 這家Purnow這家公司 它只製作陀飛輪的手錶之外 它這一支上面 還有兩顆球體的陀飛輪 而它還有一個特色 是它是全世界 目前轉最快的陀飛輪 所以等一下 大家要跟著我專心地 認真地盯著它看 我保證你會目不轉睛 我剛在後台 已經有點頭暈的狀況 因為我一直看 一直看 看得太認真了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當然除了漂亮 然後值得欣賞之外呢 它裡面還有像是 利用視覺插 用一個透明的這個面板 讓你覺得它的指針 好像是浮在空中的 所以其實這麼小的一個手錶 它可以花這麼大的力氣 還有專注度 去把它設計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獨立指標 很值得讓大家投入的一個宇宙 它是完全另外一模一樣的世界 正心獨具那種職人精神 360度 等於是無視角 你要正前面看 下面要側面看 因為這是真的 剛剛我們在休息室 Sandy我就 我去眼睜睜看 她至少叮了快 一個一分半小 一分半小 我們就是一直看著 那它真的很美 它的球體還是不同秒數的 所以有8秒 有16秒 有30秒 它們的轉速不一樣 你就看著它好像 其實說真的要講得比較文青一點 就很像是這個人世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速度 但是我們都得拼在一起 然後成為一個完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 看著看著其實還滿感動的 絕對不會是因為 我現在懷孕 隨時都想哭 對 隨時都有一種 封沸的情感 就是看著就覺得 其實是滿有趣的一個 你要想世界上有某一個地方 你可能沒有見過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 他正在專注的製作這一支手錶 為了要把這樣子的工藝 可以傳承下去 所以其實是很感人的 你看一支外表能夠帶來呼出 呼應出這麼多不同的想法 你自己本身在小的時候 從小到大 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你自己的收藏也好 甚至於你看像這支外表 可能是別人的 未來的傳家之寶的話 你自己家裡頭 本身有沒有一些傳承下來 甚至於是跟時間相關的一些作品 有兩個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是我在結婚的時候 就是我年初才剛結婚 然後我媽媽就終於拿出了 他的一盒鴨香寶 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家的四個孩子 生出來之後 他就開始累積一個小小的珠寶盒 然後裡面都不是說太貴重 但是就是很有紀念價值 或者是他的形狀 顏色比較特殊的小小小小的珠寶 然後有耳環有墜子 或者是有小小的戒指 然後他就是一人一盒 他就跟我說這是你的嫁妝 然後我就好可愛 就是我也有一個 然後當然我的大妹比我先結婚 那他也已經拿到一盒 然後後面的弟弟妹妹 他們也自己有一盒 然後其實我們四盒裡面 都有一個小小的 像小鞋子的一個墜事 然後四個是完全不同顏色 媽媽有沒有說為什麼會特別準備小鞋子 對就是你們趕快走吧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他只是找到了 他覺得很可愛的小東西這樣 這是一個 那另外有一個跟手錶蠻有關係的 那是我22歲的時候 我回來台灣 21、22回來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很很很 Unfortunately 我的外公外婆就是相繼過世 所以那個時候 我其實是很傷心的狀態下 他去幫忙整理遺物 那我的外婆手上一直都有戴一隻手錶 那老人家 他戴手錶做家事啊 或者是洗菜洗米買東西什麼 反正他都懂得這樣破破爛爛 他還是一直戴著 那我以前就有問過 他說你為什麼不換 你為什麼不換 現在有更多更酷 其實他已經老的時候 是看不太到時間了 他還是堅持要戴 那直到他離開了之後 我早在整理遺物的時候才看到那隻手錶 他說那是爺爺 就是我的外公送給他的手錶 這樣 但你知道最浪漫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那隻錶翻過來背面 竟然我的外公在上面刻了四個字寫 天長地久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我就哇 整個淚崩 就是 喔OK 原來這個是他不願意換的原因 那我的外公是先離開了嘛 所以我外婆其實就是一直戴著 就是要想念他 哇你這故事一講 我都懷孕我懷孕六個月 就覺得哇我都懷孕我懷孕 對啊 我戴到這兩三年 我才有辦法不哭的講這個故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手錶不只是可以佩戴 它也可以收藏 今天我們可以戴一個就是 你很喜歡 然後日常穿它 也可以佩戴的手錶 出去然後跟大家炫耀 帥氣很好看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用收藏的方式 把它放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安靜的時候 看一看 然後欣賞它 然後maybe把它傳下去 給你家裡面重要的人 那我也 那你既然就這樣提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要免不了的問問看 今天在我們這麼多不同的 諸多的櫥窗當中 有沒有為自己未來的神隊友 應該是神隊友 是是 應該覺得 看起來應該感覺是神 未來就是你知道照顧上面來說 還還不錯 感覺 肯定是神隊友的話 你決定會為他特別挑一款 你個人覺得適合家裡頭另外一半的 好 我剛快速的瀏覽過 然後我有看到有一支 我覺得他一定會愛死 就是那個Word的123 這邊過是第三個櫥窗的手錶 右邊的 這邊Word的 對 那一個盒子裡面的 他剛剛有兩支手錶 我喜歡右邊的那一個 你說側邊展示時間 他是側邊有時間 然後有點像那種翻頁中的概念 然後小小的喔 可是他的表很帥 然後我剛就問了他們的這個 Sales 他們就跟我講說 這支像那個Michael Jordan 是嗎 他們也有帶 然後還有像這個品牌 Word的這個 這個獨立製表品牌呢 是鋼鐵人 小勞國道尼很喜歡蒐集的 他是他們家很有名的藏家 然後想說 哇這個男生是炫耀多帥啊 如果要選給他的話OK 在你的眼中 你的另外一半就跟小勞國道尼 是一樣的等級 就是沾到一點點邊 我覺得就已經相當 哇感謝天感謝地了 但是很帥啦 我覺得很好看 很棒 你看連今天來參加活動 為我們帶來祝賀的同事 也沒有忘記 為自己的另外一半 因為我剛剛很怕你會說 沒有啊 我就是你知道喵喵 跟他什麼事 對 有一點 不會果然就是 神隊友就是神隊 彼此之間相互用不同的方式 還是一樣要展現出 對彼此的關心這樣子 而且那個手錶其實很輕耶 就是看起來很貴重 然後很有質感 但是他其實戴起來是輕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當然運動會有點捨不得弄傷他啦 但是你可以戴著到球場 然後秀一下 或者是有機會可以做NBA的球賽 稍微前面一點點的話 就是讓大家這樣秀一下 就是要給大家拍到一下 我跟Michael 我跟Jordan先生 我跟Jordan 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 這樣子的感覺 是 好啦 所以在今天我們還是一樣 在最後還是要特別感謝Sandy 謝謝 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實際光榜 在剛剛開幕的這個 這個月份剛剛開幕的同時 不只是來跟我們分享他自己 生活當中的小故事 時間當中的 然後你看 同時透過你的見解 我也就知道說 今天手腕上面的這一支 待會兒要麻煩我們的 現場媒體朋友們 不只是訪問之外 也好好的來端詳一下 再補幾個畫面 同樣的左邊右邊 不同的鏡頭 今天來了這麼多媒體朋友們 幫我們照顧一下下 同時我們也要再次的感謝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待會兒我們來這邊囉 謝謝 待會兒我們的這個聯訪的位置 還是在我們剛剛的訪問區 在我們這邊的櫃台的前方 所以麻煩來到現場的 各位媒體朋友們 待會兒我們稍微移動一下 腳步在我們的這個櫃台前面 跟我們Sandy來進行 烏山爐一起來進行 我們今天下午的連飛 左手邊這邊 好 左手邊謝謝 好 所以在今天我們也正式的 想要跟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分享的 在台北市現在是我們的第二家的分店 在過去的二十年的時間當中 持續的來服務著全台各地的 鐘錶的收藏家 未來也希望能夠讓大家 能夠感受得到 我們冰之如歸的款待 不管是就像剛剛所講到的 我們店內的空間的明亮感 甚至於我們服務人員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分享的 品牌故事的奧妙 在這邊再一次就好了 謝謝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我們宣傳一下 還有哪裡需要補畫面的嗎 如果OK的話 我們也準備稍微讓Sandy先 稍微整理一下下